各位給我OK的 我 麻煩你 各位好 今天計一計的數字 我都來了差不多10個月 10個月 我來之前 我不是說謊不是追求 我來之前實際上想見到 我在香港也有說的 想見到美國打到美國 那時候我只是想美國 打到中共派那裡 跪地求要 無條件投降 然後呢 美國就要求它 不是要求 美國命令它解散共產黨 放棄共產主義 我來之前 在香港之前差不多可以說 都近一年節了 差不多11個月前 因為我對美國的情況非常了解 而且有很多朋友在這裡 我就明白這個 明白川普那時候 有這樣的意思 有這樣的傾向 有這樣的方向一直傾過去 而且那時候加起來 疫情都開始加速了 多方面 就是中共做一些壞事 實際上 蓬佩奧清楚了 他是中央情報局出來的 我們都很清楚的 我們常常在北京那些人 就是中共整股美國那些東西 或者偷好美國那些東西 我們就很清楚的 直到這些東西 就遲早有報應了 所以我來之前 我都跟各位說了 我就希望配合美國 就是打低中共 打到中共派在那裡 這個就是我來的初衷 那來了之後都算是這樣的 都跟他們不斷有交往 有意見的分享 因為我知道的事情 他們未必知道 還有我知道的那種感覺 北京他們的感覺他們不知道 那怎知道 怎知道 當然了 大家都 我們所有觀眾 所有 寄望我來幫忙的人 都很失望 大家都很失落 現在真的 算是這麼幸運 現在的形勢 我不敢說大號 但是那個形勢急轉直行 對中共也這麼急轉直行 我再用多一次 這個所謂完美的風暴 這個是形勢來的 那就變得看起來了 現在我來這裡 那個結果 那個結果不是我的功勞 結果好像更好 我希望那個 我希望那個 我想像那個希望那個 看起來就是 這次真是大件事 一會兒我來跟他聊聊 那個叫做戰略競爭法 通過著 還沒通過 那個叫做 Menendez Menendez的議員 就是想通過戰略競爭法 就是這些這樣的法 就是太 太廣了 太過 太全面了 通過了之後 我就看不到這件事怎麼翻盤 你派誰去談都沒有用 就算拜登自己和習近平都談都沒有用 根本就是 真是全面鋪天蓋地的 對付中共 這個可以這麼說 我現在就 好 這陣子你見我 都好像很開心 我沒有 不需要失望 超出我的 超出我的夢想 我都害怕來到這裡 不知道什麼時候回家 那現在看起來 真是 真是 沒得談 當然我們要 做很多事情 現在很多進行的事情 香港都有提及 但是就不是顯著 我們要拿香港的將來 要他們特殊 要擺出來 香港的將來 就是有機會談判 有機會共產黨放棄 之後我們香港那個 再說回重複自決和支持 一定要另外 要劃出來 自決當然是通過一個公投 是嗎?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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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香港 九七年的 九七年的居民 有一個公民也好 的公投 因為當時 英國就基本上跟中共搞定 就沒有 違反了國際的 聯合國的國際法 沒有給我們發言權 這個我們有權要求 自治就不用說了 是不是? 還有要自治的意思 就是 沒有共產黨在香港 那些黨員可以 但是你那個共產黨 所有的政治 和政治有關的事情 一定要推出 甚至要立法 立法 立法 就不可以 共產黨 或者共產黨員 不可以參與香港 任何的立法 立法 行政 和法源 這個一定要 教育都不能談 教育一定要踢它出去 教育、醫療 所有的 教育很重要 教育因為未必是等於行政的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我們開始準備 開始準備 留在這裏也有價值 事實我差不多 如果只是說打到中共趴在這裏 差不多都遲了問題 你看到了 那家的遼寧號 美國看著它 看著它 你也看到了 你也看到了 它相差的 你也看到了 它相差太遠 那些實力相差 實在太遠 這就是美國的軍方 他們摩訣 你們這些 他們沒有說退縮的 他們都希望立功的 做軍人做一輩子都是為了打一場勝仗 可以升級的 他們不會退縮的 我看美國的朝野 現在都是摩拳策略 反中共將來 將會成為一個最重要的議題 我問他是不是?